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这里风光秀美,人文厚重,既有名人的血液神川,又有浓郁的民族风情,除了早已闻名的大理、丽江、板纳等地,其实还有很多未经开发的民族地区,这些地方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,人民非常淳朴,自然风光也极其秀美。 17年的12月初,于藩受邀参加迪庆州维系立宿族字这县的一个丰收节,这是一个位于藩江冰流核心区域的美丽区域,靠近西藏的林芝地区,离中缅边境也不是很远,当时我们住在塔城镇的一个纳西族农家院内,这是他们家烤火用的火炉,感觉像艺术品一样,内地非常少见,他们自己家修天收获的南瓜,不是很大,也不是很美,就放在自家的小院内,想吃的时候就切一块。 自己自足,绿色瓜果,健康无公害,还真是好东西,这是我们睡的屋子,里面的配套还是挺不错的,山区晚上比较冷,床上配有电热毯,早餐是与主人一家人围坐在火炉前吃的,大家一边聊天,一边用早餐,问我们喜欢怎样的早餐,如果喜欢吃粉丝或面条,他们也可以帮我们煮,我们说喜欢吃他们平常的早餐,于是火炉上便摆满了食物。 这是他们自己烙的巴巴,也算是他们的主食,这是自家养的黑猪肉,真正的硬菜啊,早餐就吃这样的,不够很香,也不腻,我还挺喜欢的女主人,给我们倒奶茶,于西藏的奶茶是一个位,因为这里挨着西藏,周边也有很多藏族同胞,他们的饮食习惯都挺相似的,他们怕我们吃不惯,还特意拿了一碟辣椒酱。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米肠,里面是糯米和猪屑,可以当菜,也可以直接做主食,挺好吃的还有榨菜和酸菜,给我们配巴巴吃,另外,还特地蒸肉馒头,太贴心了,像走亲戚一样,很亲切。 那些说云南坑人的朋友,如果你来了这些地方,绝对会颠覆你对云南的印象。